卫生局针对超市大卖场还有杂货店进行食品清洁剂的抽验 结果有三件产品包装没有依照新的规定 就是要以中文标示主要成分的化学名称 卫生局也已经通知厂商限期改善 否则将会开罚 市政府卫生局这次抽验市售的洗碗精、沙拉托等食品洗洁剂总共有20件 检验项目包含重金属、荧光增白剂等都符合规定 不过却有三件是标示为规 抽验结果在品质部分均符合规定 针对包装产品在进行标示的检查 发现三件产品它外包装为依照新规定 以中文标示主要成分的化学名称 以违反食安法第27条得以同法第52条通知限期改正 相关产品来源两件为台北市 以一行政程序进行调查 一件为新北市 以一给侠馆的卫生局进行办理 卫生局表示 从今年6月19号开始制造的食品用洗洁剂 产品外包装就要依照规定标示清楚 否则就将会受罚 包括一品名 二主要成分的化学名称 三进重跟容量 四国内的负责厂商还有名称 电话号码跟地址 五原产地跟国别 六制造日期 七试用对象和用途 八使用法法跟使用的注意事项 九其他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事项 所有的洗洁剂都要符合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品质跟标示的规定 卫生局提醒民众 购买食品用洗洁剂 要选择检验合格 以及标示完整的产品 并且依包装上的使用方法 避免洗洁剂残留 中家台北新闻曲超雄采访报道